等了大半年终于等到这些老牌的AI个股 广达 伪创技嘉 应业达等等等等的强势归来 但这一回来问题就来了 涨到现在弹生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现在有解套的投资朋友到底是要继续续报吗 还是说可能要先获利放口袋 先做一场解套的压力呢 但是秦伟老师要等这么久 等都等这么久了 敌也打这么久了 而且人家辉达不断在创历史新高 我们才谈这么一个礼拜 如果先走的话会不会格局太小了 我认为它是有机会在成长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应业达的进入现行 应业达在过去它曾经有 一根长黑黑带量的那一根 有没有看到它已经过高了 那我们知道其实长黑黑带量这件事情 代表两件事 大家都知道有人买有人卖 那什么人在那个地方 花这么多钱去接两根涨停之后的股票 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以为是散户 虽然这样讲真的是很不好 但是因为通常都这样 通常一般的比较一般的 没有什么经验的投资朋友 每次只要看那种涨 然后就开始追涨 然后一追涨就被人家倒下来 所以倒下来的时候 卖的人你认为是散户吗 那接的人 接的人不会是散户吗 因为通常赏户要在跌停买股票 这种形态是比较难的 而且那天是直接开高杀下来 这么大的量其实这几天都已经把它收过去了 代表那一天买股票的人 不管你是开高的时候买 还是打到快跌停的时候买 你都是赚钱的 到今天为止你是赚钱的 那为什么这个股价会走成这样 会有一双手在下面接这么大的这个量 一定是看到未来的前景 它的逻辑是这样 那我们知道其实过去 其实伪创广达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已经反映过它当时的估值没有错 可是我们想想看今年开始的时候 大家想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 我认为今年很多东西都会在涨价 特别是电子产品 那如果说他们这个组装的这些东西 忙不过来的时候 他跟你喊一声说 我要涨价 那感觉是又不一样了 所以很像整理这么久 又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承接买盘 而且今天最近这几天又过高了 代表其实这些人是看到未来的成长趋势 只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像过去 那种涨幅那种很快速 那种90度仰角这样往上走那个走势 可是他长线趋势来讲 基本上还是有机会慢慢的稳定的往上走 这是我对于这个所谓组装伺服器这一块 那另外来讲你去看这个 那个NVIDIA的股价 美国NVIDIA的股价 大家记不记得去年不是说什么 那个大股东都卖股票吗 去年9月份的时候 各位你知道吗 也过高了 等于是大股东那个时候卖的股票 卖了这么多钱 赚了这么多亿美金的套利之后 你的股票被市场的一些投资客都收走了 而且最近还创高 只是说他这一波拉上去是没有带量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你整理平台已经突破到现在 基本上他后续很难再回来 所以这是我对于是整个AI的看法是说 因为今年还是会 产业还是会持续成长 所以AI的个股基本上还是有机会持续走强 如果投资朋友真的想要去做AI题材的股票 那我就会建议 等一下我们先帮我们看一下回答 回答在创历史新高没有错 但你刚刚也点到一个问题 量是没有同步等比例的跟上 对量价倍 我们很怕就是这样有量才会有价 而且回答又处在这么高峰 每天都胆战心经巨高症 量价背离这种情况 通常我们伴随的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所谓的修正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回答的修正有没有带量 因为量价背离如果带量修正的话 基本上就要进入休息的整理的情况 如果它的回答是没有很大的量 持续在量缩做横上整理的话 这种股价还是有机会再建高 好那这样分两个情况 如果回答是这种没有带量的 这种量缩在整理的区间 那对我们才刚刚起涨上来的AI伺服器 当然就安全没影响 但如果它是真的有带量比较剧烈的 那对我们才刚刚涨上来的这些AI老牌个股 会有多大的冲击吗 它会有冲击 如果它现在是带量出现修正的话 那一定会冲击到台湾的相关的厂商 可是位阶不同 人家历史天边高 我们才刚刚重新转强不是吗 当然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品牌商 NVIDIA它一定是赚得比你纸装代工的多 所以不管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抵挡 都会受到 所以它如果出现带量的修正的话 它一定会有原因 这个原因可能就是突然出现什么 都没有要打起来了 对如果是这样 那当然没有办法 那我觉得要出现这种情况 以现阶段来讲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手中 如果刚好有持有 或是说刚好之前前面有买到的 这些老牌AI个股 我们现在指标就看挥答就好 对 只要挥答没事就继续一直报 对没有错 理论上是如果它持续维持在高档 这些个股都还是有机会 因为第一个嘛 我认为去年的获利 你今年有机会参与出全息吗 你想也知道嘛 你公司去年股价涨这么多 你没有理由说你没有赚到钱嘛 如果你有赚到钱 那理论上嘛 就过去这些所谓电子 五格尔斯这些组装大厂 一定会配息吗 大家都知道嘛 那你是不是今年又有机会参加 这个所谓出全息 那我想到一点 这会不会吸引 这个ETF的买盘又回来 当然啦 去年大家可能在算 那个营收一直开不出来 所以ETF一直有在降比例 那今年就有可能再把这些比例重新拉高 它最起码它有赚钱的部分 一定是比过去好嘛 股价涨这么多嘛 这是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条件 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其实现在市场上 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recraft 伦敦它在伦敦这边 它得这一轮的A轮的募集的资金 获得一千两百万美金 大概就是三亿多 三亿多的美金 对这个三亿多台币 对于这种所谓只做软体的公司 给这么多钱 其实已经是不少了 那这种东西就是什么 我可以透过AI的部分 我可以形成什么 形成土档 我甚至未来有可能变成影像 大家如果在做图的时候 你是要买版权对不对 你买版权的时候 那些厂商就有钱赚嘛 可是它如果是AI形成的话 没有版权的问题的话 你只要用订阅制的方式 去取得这个图 那对他们来讲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利多 那如果是它透过AI 去做这些东西出来的话 比你自己去构图构图 还要好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 会是一个蛮大的商机 所以那这样应该是 以聚焦软体就不是 可是你没有很强的硬体 你没办法做啊 对啊这个需要硬体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比特币 他最近不是有这个ETF吗 你看那个资金流这么多进去 那未来还有可能再继续进去 所以它这个运算速度的部分 也是未来的一个 一个必要的一个所谓的需求 所以不管是从这个所谓的 AI的题材或者是从运算需求 其实它都堆身了这个所谓 伺服器的需求 所以难怪资金又回头找上了伺服器 对因为你没有比它更好的 那比如说如果说你真的要找的话 我认为AI PC会是一个 长线布局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未来其实在边缘运算来讲 很多东西你必须要 你必须还是要靠PC 就个人应用的部分 这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为什么 那时序上面的安排 因为眼前现在大家重新回头 找上的就是这些老牌伺服器 那反而宏基华硕 陷入整理 我们怕的是会不会宏基华硕 因为去年已经也先反应过一波 都到历史高位了 那会不会又跟走伺服器同样的路线 修正要花好长的时间 我觉得不会 第一个你年前先做AI伺服器 年后开始去看AI PC 对AI PC是下半年 这么快吗 过年后 下半年 以论上第三季 第二季开始 大概就会开始动了 这个时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年前可能AI伺服器 你稍微做一下 年底基本上就是要看 年后讲错 农历年后基本上就是看AI PC 但这样子伺服器的部分 你的意思这样是过年前有赚 就先换红包钱 等待过年后换PC股 而不是报股过年后 然后再来看状况 换成PC股 应该是这样说 如果说你年前有赚的话 理论上它会出现修正跟回档 那修正回档之后 年后的时候你要去买它的理由 就是我刚刚讲的除全息行线 你等的是这一块 那也不要等到除全息 你除全息之前就可以先跑了 那如果说你要布局长线的话 AI PC下半年是有机会的 对 邦达讲得很清楚 相信大家可能对AI在热潮上面 风头再起 但是又开始眼花缭乱怎么选择 时间去邦达你的非常清楚 给他做参考了 那最近除了AI焦底有发现吗 这礼拜有很多低位接低档的个股 也正在蠢蠢遇荡当中 好就如同齐远 年后可能反而不是看这些 AI老牌伺服器 要看整理下来的PC 好那后面会有多大空间 收集一下继续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